今次做一個很簡單的薯仔絲蛋餅 大小的薯仔絲就買一隻,小的買兩隻 全部切完絲,三隻雞蛋,一點蔥花,材料就這麼簡單 薯仔絲切完就不用沖水,油就可以了 然後把蛋打下去,拌勻去,拌勻去,拌勻去 三隻雞蛋,薯仔絲之後,拌勻去 放一點調味,加蔥花煎就可以了 拌勻後,拌勻去 拌勻去後,放一點魚露 放一點菇粉,沒有菇粉就放鹽 放一點胡椒粉 拌勻去後,拌勻去,讓它平均些 拌勻去後,拌勻去,讓它平均些 現在,慢慢火煎 煎到差不多,它已經可以翻了 翻也是一個大考驗 先看如何,來吧,來吧,來吧 我沒辦法,這樣大鍋就放開了 好,來吧,來吧,來吧 不錯,不錯 這樣勉強吧 現在呢,繼續慢火煎它 煎了之後呢,煎了幾分鐘 這樣上就已經完成了 我現在就上碟了,很簡單這樣 放進去 放進去 好,這個薯仔煎蛋餅就完成了 完成了